标记花爱玲成熟有韵味 无论走到哪里都是非文缠身的对象 贵族妻子是其为洪水猛兽 生怕她会盯上自己的丈夫 美丽单纯的梅格善解人意 丈夫罗伯特是大名鼎鼎的富商 在外人看来这是多么幸福美满的一家 然而梅格却意外发现丈夫为爱玲买礼物开出的支票 罗伯特知道这件事不能再拖下去了 为了打消梅格的疑虑 他要爱玲马上离开小镇 但爱玲却说没有的事情为什么要害怕 罗伯特希望爱玲能为梅格多想想 如果梅格知道你是她的母亲会崩溃 梅格的生日晚宴如期而至 朋友开心的喝酒聊天 梅格却躺在床上无助的哭泣 由于片刻他终于鼓起勇气 穿上了和爱玲同款的落背裙 戴上一副精致的耳环 人们看到和以往风格截然相反的梅格惊呆了 罗伯特赶忙迎上去想要为他拿个屁肩 但梅格却对他说我看到那些支票了 这不就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道林顿来到了爱玲的身边为他递上一杯香槟 他说我们两人现在有个互惠的机会 罗伯特比图谱更加富有 你拆散他们夫妇我就能追求梅格 爱玲却对他说你怕是误解了什么 我和罗伯特没有任何关系 梅格坐在阳台黯然神伤 道林顿趁着安抚的机会竟亲吻了他 这边图谱拿出精心挑选的戒指向爱玲求婚 爱玲接受了图谱的爱意 随后他找到罗伯特说出了刚才道林顿的意图 然而罗伯特却觉得那不是根本问题 只要爱玲离开小镇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爱玲亮出了求婚戒指说我和图谱很快就会结婚 届时空学来风的谣言就会不攻自破 但罗伯特却依然要他离开 这时梅格路过恰好看到了这一幕 回到房间后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他想用酒精来麻痹自己 爱玲离开前和梅格做最后的道别 可来到他的房间却只看到一封信 信中写道我以为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但你却爱上了那个女人 明天我就会和道林顿乘坐游艇离开 祝你们幸福 看完信后爱玲赶忙来到码头找到了道林顿的游艇 梅格看到他的出现有些吃惊 爱玲向他解释说我和罗伯特除了金钱来往没有任何关系 梅格却依然不肯相信 这是一群男人登上了游艇 爱玲拉起梅格躲到船舱下 罗伯特突然看到送给梅格的那把扇子 他要找梅格却被道林顿拦住 罗伯特以为两人有事瞒着他一拳打在道林顿的脸上 就在两人打得不可开招时 爱玲为了替梅格解围从船舱走出 他说自己拿错了梅格的扇子 道林顿赶忙对图普说我是无辜的 图普依然误解了两人 爱玲摘下钢带上不久的求婚戒指放在桌子上 图普没有想到自己才是今晚最大的笑话 早上罗伯特看到梅格在家 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两人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罗伯特告诉梅格图普与爱玲解除了婚约 因为昨夜他们发现爱玲在道林顿的游艇上 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这时电话铃声响起梅格去接 庸人交给罗伯特扇子告诉他爱玲在楼下 爱玲今天就要离开 他来与罗伯特告别 罗伯特说你最好和我的妻子保持一定距离 如果你想告诉他真相那就由我来说吧 你这样自私的人从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 这时梅格走了过来要罗伯特去接听母亲的电话 梅格知道爱玲昨晚为自己承担了一切 他想要把真相说出来 但爱玲却问他 你要搞砸我唯一做过的好事吗 梅格不明白他为什么甘愿放弃婚姻来换取自己的幸福 爱玲想告诉他真相 他要梅格发誓永远不会为此忏悔 梅格握住了胸前的项链 对爱玲说我向妈妈发誓 最终爱玲还是没有说出真相 他不想毁掉梅格心中的那个母亲 就在他踏上离开的汽车前罗伯特追了出来 他问爱玲为什么没有说出真相 爱玲说他已经有一个母亲了 那个仁慈的母亲一直在眷顾他 离开时他把罗伯特给自己的支票还给了他 罗伯特这才明白发生的一切都是对他们感情的考验 爱玲登上了离开小镇的飞机 他突然看到了梅格的那把扇子 就在他疑惑之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耳中 原来梅格向图谱解释了那晚发生的事 他这才知道误解了爱玲 他不知道飞机会降落何处 但他却知道自己终于可以轰轰烈烈的爱一场 此刻根据王尔德原著温夫人的扇子改编电影《吃男怨女》剧中 故事起源于一把扇子 最终又以这把扇子解除了所有的误会 婚姻与中贞 信任与怀疑 相遇与错过始终贯穿全剧 魔鬼般的女人太麻烦 平庸的女人又太乏味 哭泣是平凡女人的避难所 而漂亮女人的兴趣是购物 等片用睿智诙谐的方式调侃 爱玲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弥补一个女人对孩子的爱 而这段开头看似让人生气的电影却充满温情让人回味无穷 专注大女主爱情及传记类题材电影 关注我好片不迷路 但你解读不一样的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